河南女子趁老公出门,为了争宠偷偷卖掉老公爱犬 可怜的大金毛一看见狗贩子,当场就吓尿了 当天一大早,女子把狗狗骗上三轮车 一路狂飙,直接冲到最近的市场 集市场人来人往,到处都是叫卖的狗贩子 路过的人看着备养的油光水滑的大金毛,都觉得十分稀奇 金毛站在三轮车里,乖巧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一看就是家养的宠物狗,而且已经上了年龄 养不熟不说还会惹上麻烦 女子盘算着花钱养出来的金毛品相这么好 肯定能卖个好价钱,没想到一上午过去却没人光顾 女子急得把狗狗拽下车,就开始大声叫卖 狗贩子一听来了兴趣,上去刚要问家 女子把狗往前一推,就开始推销 没等女子把话说完,刚才还一脸兴奋的狗子 竟然当场吓尿了 愣在原地瑟瑟发抖的可怜样,连围观群众看了都于心不忍 狗贩子常年卖狗杀狗手段很辣 身上的血腥味虽然人闻不出来 但狗狗嗅觉灵敏,一眼就认出眼前的男人是狗界阎王 吓得直往女子身后躲 只可惜女子早就看不惯金毛在家吃香喝辣 眼看有人想买,高兴的喝不拢嘴 用力扯着金毛的脑袋往前拉 丝毫不顾狗狗害不害怕 看着女子焦急的模样 狗贩子察觉到不对劲 没想到女子一句话让在场的所有人打开眼界 河南女子趁老公出差 把老公爱犬偷偷拉到狗肉市场 原因一出狗贩子都无语了 养得彪肥体装的大金毛 说卖就卖 狗子显然十分依赖女子 性格温顺的样子也不像是恶犬 围观的人都觉得有些可惜 劝女子念在主仆一场 就让金毛回家安安稳稳过完下半生 毕竟已经六岁的老狗 没有人愿意再收养 狗贩子一旦卖不出去 就只有一个下场 但女子似乎铁了心要拿狗换钱 听到狗贩子问嫁 女子觉得机会来了 当场发话 狗是花一千块买的 如今出六百直接带走 见狗贩子有些不乐意 随后又说狗狗没有一点毛病 刚做过全身体检 现在买的话 还能送一大袋狗粮 见女子一脸焦急的样子 狗贩子心里犯了低估 有些怀疑她不是打金毛的主人 毕竟能把狗养这么大 肯定是爱狗人士 就算不愿意养了 也会给狗找个好归宿 而不是直接拿来换钱 狗贩子的话一出 围观人群也觉得不对劲 女子一听自己成了偷狗贼 立马就不乐意了 原来这只金毛 是她老公几年前擅作主张买的 女子觉得花一千块 只为买条狗太浪费 和男主人大吵一架 后来的日子里 金毛越长越大吃的也越来越多 每年还要带去医院体检 花了不少钱 看着老公和狗狗 每天亲密的样子 女子再也忍不了了 这次就是趁老公出差不在家 要把心头大患彻底解决掉 河南女子趁老公出差 偷偷卖掉爱犬 竟止为争宠 金毛当场下尿场面 十分凄惨 朝夕相伴六年 温顺可爱的大金毛陌生人 见了都爱不释手 偏偏女子对她恨之入骨 今天出门前 金毛原本乖乖躲在狗窝 看到一项对自己爱搭不理的女主人 竟然主动拿起遛狗绳 要带自己出去玩 狗子兴奋极了 开心地摇着尾巴就跟女主人下了楼 没想到女主人第一次带她遛弯就居心不良 狗贩子一露面大金毛下的直躲 看着女子满眼都是恳求 然而可怜巴巴的样子根本没有打动女主人冷血的心 此时的女子正忙着和狗贩子讲价 狗贩子觉得金毛年纪了大了 再加上女子着急出手 眼珠一转张口就要四百买走 女子觉得这狗自己虽然讨厌 但这么多年好吃好喝的照顾 连牙口都跟三四岁的狗一样 皮毛顺滑长得又漂亮 六百块一分都不能少 边说边掰开狗子的嘴来回展示 粗暴的样子仿佛活生生的大金毛 是一件商品 狗贩子看完表示各退一步 五百块不卖就算了 女子一听急了 好不容易抓住机会把狗解决掉 丈夫明天回家又卖不成了 于是拿过钱把狗绳扔给狗贩子 头也不回开上车就走 金毛拼命挣扎想要去追 一个不注意 被狗贩子拿大铁架掐住脖子 直接塞进了狗笼里 看着女主人离开的方向 金毛满眼都是绝望 五百块竟然比不上六年的陪伴 实在让人唏嘘 为什么海马是由雄性负责生育后代 难道雄性海马可以产下卵子吗 在自然界中 绝大部分生物的生殖繁衍工作 都是由雌性进行的 但是有一种生活在海洋中的动物 却是由雄性来繁衍后代的 它们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海马 虽然这种动物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常见 但是却总能听说它们的故事 那么由雄性繁衍后代 这个事情是真的吗 事实上 海马的生殖任务确实是由雄性来完成的 它们的肚子上有一个育儿代 在交配完成后 它们的兽精卵会停留在这个育儿代中直至孵化出来 那么在交配的过程中 究竟是谁会产生卵子呢 其实与其他生物一样 都是由雌性生物产生卵子 只不过雌性海马可以将自己的卵子 放入雄性的育儿代中 在其中可以完成卵子的兽精过程 而且它们每次可以产出一千多个卵子 只不过能够在出生后活下去的幼崽却很少 可是为什么海马会选择让雄性来完成繁衍任务呢 其实这是因为海马在自己的生存空间内 并没有能够有效防身的手段 它们体型较小 而且游动的速度非常慢 所以非常容易遇到危险 并且雌性海马在产卵的过程中已经耗费了非常多的精力 为了能够让配偶保留体力 雄性海马就接过了繁衣的任务 由于海马的幼崽成活率太低 它们不得不在生殖完后的短时间内 进行二次繁衣 体型如此渺小的海马 是如何在充满危险的海洋中生存下去的 事实上 虽然海马的速度非常慢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 海马都可以通过模拟周围的环境来将自己的身体隐藏起来 从而达到躲避天敌的目的 尽管速度是它们的猎势 但是却没有影响它们的捕食能力 在海洋中生存着的饶族生物 成为了海马的首选猎物 虽然它们的速度非常慢 但是独特的身体构造很难让饶族生物发现 从而可以达到将近90%的成功力 因此海马也被誉为海洋中的捕猎高手 既然海马的生存如此不易 那么它们是不是一夫一妻的交配制度吗 按理来说 一夫一妻的交配制度确实可以很大程度地保证海马的繁衍 但是却有一部分雄性海马会同时与多头海马进行交配 在成功怀孕以后 为了能够与其他海马再次交配 它们还会出现停止向育儿带中输送营养的行为 试图达到流产的目的 只有一小部分的海马可以严格遵守一夫一妻的交配制度 而且在求偶阶段 两只海马会互相模仿彼此的行为 甚至连游泳速度都会变得一致 生活在海洋中的大部分鱼类 繁衍后代都是通过体外受精的方式进行的 那么海马为什么可以体内受精呢 难道它们不是鱼类吗 其实海马只是长得与其他鱼类不同 它们确实是实打实的鱼类 经过相关人员对海马的研究 发现雄性海马为了能够完成繁衣 它们牺牲掉了自身的一些免疫功能 使得它们的育儿带并不会排斥卵子的存在 因此才能够成功地拥有怀孕的能力 如此看来 雄性海马为了后代也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那么海马的繁衣方式 是否可以运用到人类的身上呢 其实在科学家们对海马的研究中发现 这种方法如果运用到的人类的身上 很有可能能够做到让男性生孩子的设想 但是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人能够拥有这项技术 所以也就没有男性生孩子的先例 除了独特的繁衣方式 海马的身体构造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灵感 例如科学家们通过研究海马尾巴的原理 制造出了更加牢固的机械臂 在多个方面都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 不仅如此 海马本身的经济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作为一种名贵的中药 它们的价格已经卖到了7000元一斤 所以有很多人为了能够赚取利益 开始肆意地捕捞海马 严重影响了它们的生存现状 到目前为止 大部分的海马种类都被列为了保护动物 那么人工养殖海马是否可以避免野生海马被过度捕捞呢 事实上 我国中科院已经成功研究出了海马的人工繁育手段 但是如果想要开展大规模的养殖 还存在着许多困难 目前对海马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所以能够成功养殖海马的企业非常少 所以对于市场上的需求 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够完全满意 但是相信随着继续深入的研究 迟早有一天可以完美解决海马的养殖问题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听到你们的研究 庭主席 走 走